俄羅斯西伯利亞為何會出現這些神秘巨坑? 最新的研究顯示可能是與極端氣候有關 更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全球暖化 趁玉琳說下 這個大坑闊20米深30米 由俄羅斯電視台攝製隊拍片時 以外在西伯利亞平原的上空發現 是2013年以來在西伯利亞出現的第九個神秘巨坑 也是目前面積最大的一個 成人中雪昏雲 有人說是隕石撞擊 也有人懷疑是地下軍事設施倒塌 最近有俄羅斯科學家爬入巨坑 抽取土壤化驗 發現泥土中含有溫室氣體甲苑 加上巨坑出現的時間 與西伯利亞出現異常高溫的下跪時間吻合 相信這些巨坑可能與當地極端氣候有關 西伯利亞的地表是凍土層 土壤溫度長年零度以下 積聚大量甲苑 推斷近年異常高溫下 凍土層溶化 土壤中的甲苑慢慢釋出 先令地面拱起形成土壤 隨著甲苑越放越多 土壤最終殘不住爆開 除了形成一個個神秘的巨坑 更麻煩的是甲苑的暖化效應 比二氧化碳高得多 所形成的溫室效應更嚴重 造成惡性循環 進一步加劇全球暖化 有線電視記者陳月寧報導